哈喽大家好,我是投资君 最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在攒钱买房子 都想知道如何快速地提高信用积分 君君瞄了一眼自己的信用分数 发现短短半年期间已从750涨到了800 所以今天君君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半年来君君总结出来的 三个最有效的快速涨信用分的方法 视频结尾 君君会额外分享一个一举两得的方法 教你一边薅羊毛,一边涨信用分哦 另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君君已发布了一个快速涨信用积分的视频 那个视频里面的方法会比本视频更全面 所以两个视频一起实用更佳哦 第一招,总信用额度,越高越好 开卡的时候放心大胆地报收入 这时候就不要发挥华夏民族 欲是谦虚的优良传统美德了 一些人开卡时会很谦虚地少报收入 但是收入少,你获得的信用额度就很少啊 信用额度少,可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 我们可以看到credit usage,total balances和available credit 分别对信用积分影响的占比为20%,11%和3% credit usage是每个月低于10%最好 但是当你的信用卡额度都很少时,很容易用超过10% 比如,如果你只有1万的额度,用超过1000就是超10%的credit usage 其中1万的额度是你的available credit 在收到信用卡账单时上面写着你用了1000就是total balances 1000除以1万等于10%,这10%就是你的credit usage 额度少很容易用超,但如果你有5万的额度 用超过5000才是超10%的credit usage 因此,所有信用卡加起来,可用的信用额度越高越好 这样就需要你的每张信用卡都尽量拥有更高的信用额度 君君有一个在chese工作的朋友 他的总信用卡额度非常高 所以他常年能保持credit usage在5%左右,从来不超过8% 这也让他常年能保持800以上的信用积分 因此,解决credit usage的源头就是将可用的信用卡额度提高 搞定了这个,对信用影响占比34%的部分就被你搞定了 第二招,开付卡,惊喜双倍 什么?你说你收入本身就不高 弄不到更高的信用额度,那就试试开付卡吧 拿Costco的VC卡举例 如果家里人已经有这张卡,你可以直接让他给你办一张副卡 一来是免了一家人去Costco购物或者加油,还要分享一张卡 结账的时候还要本人出面才行,麻烦得很,又说不清 这种情况不如办张副卡,你们每个人一张卡用着还方便 二来是副卡和主卡可以共用信用额度 比如主卡人收入较高,可以办到2万的额度 副卡人由于收入较低,即使自己办新卡,最多也就能得到8000的额度 这种情况还不如直接获得副卡,自己的信用额度也能一下提高2万 但用这个方法时,要注意两件事 第一,一定要找靠谱的主卡人,每个月都会按时还清账单最佳 总是迷迷糊糊,会造成LatePay的还是算了吧 因为一旦出现LatePay逾期,半副卡就不是双重惊喜,而是双重惊吓了 不但主卡人还是副卡人,信用报告上都会被记上一笔,而且挂7年都不掉 第二,最好主卡人不会太常用到这张卡 比如,你们共用这张2万额度的Costco信用卡 主卡人还有其他一堆信用卡,合起来信用卡额度高达10万 他将这张Costco的信用卡一个月用掉5000额度 人家也只有5%的Credit Usage 但你作为副卡人,所有信用卡合起来的额度只有3万 每月用掉5000额度,相当于你的Credit Usage已高达17% 这样一来,不但对你的信用分数没什么帮助,还可能会掉分数呢 第三,半副卡跟半新卡一样,银行会去查你的信用,是HardPool 切记,每年最多最多两个HardPool,时间最好分开 一个上半年,一个下半年最佳 因此,如果你不太相信主卡人或者半副卡捞不到什么好处 你不如自己半新卡 第三招,不要等到账单到了,才付信用卡 这个Credit Usage,Total Balance和Available Credit是什么时候订的呢 就是当银行给你出了Statement,到了你该交信用卡的时候 也就是说,如果你所有信用卡的信用额度为10万 想要把Credit Usage不超过8% 在出Statement时,每个月你所有的信用卡使用总额度就不要超过8000 比如,你应每个月30号交信用卡,但在15号已经花了5000美元 在16号时你又要花4000美元修车 在16号划卡之后,总额花了9000美元的情况下 当晚回家就pay一部分 比如你可以先还个5000美元 总之在30号交信用卡之前,把使用额度降低 不要让它超过8000美元就好 银行每次都是在每个月Statement生成左右才发各种信息到决定信用积分的机构 并不是每天都在发的 因此,在那之前就还一部分 趁早把使用额度降下来,这样最有效了 你会发现,如上三个快速涨积分的方法 全是围绕着Credit Usage,Total Balances和Available Credit这三点 但不要小看它们 这三点的重要程度占34% 剩下三个,分别是Payment History 这个你只要做到每个月按时还清信用卡就好了 做到轻松获得40% Credit Check 这个你只要做到 每年最多只有两个Hardpool查信用即可 只可以比这个少,不可以比这个多 这样也能轻松获得5% 唯一一个你无法控制的 就是占比21%的Credit History 这个主要是看你开的第一张信用卡 据现在有多久,以及平均来讲 你的每张卡都开了多久了 总之是越久越好 对于这条,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要轻易关掉早开的卡 尽量留着 尽管某张卡没什么用 你只要能每年用一次 避免它因没人用而自动关卡就好 Bonus 如何编蒿羊毛 编长信用分 最后 军军推荐一个极有效的方法 教你边蒿羊毛 编长信用积分 既然每张信用卡都有积分 反点 反线的功能 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自己的卡用在什么上面 可以给更多的好处 每笔交易 能拿到4%的好处 坚决不用只拿到3%的卡 能拿到3%的好处 坚决不用只拿到2%的卡 最后 军军不会让任何一笔交易 拿到低于2%的好处 如何做到呢 就是它 Apple卡 你可能会觉得只有经常买Apple产品 才有必要开Apple的信用卡 但实际上 除了Apple产品会给3%的反线 它最大的好处 在于无论这笔交易属于什么种类 只要你能用Apple Pay 低一下 就是2%的反线 如果你用实体卡 就只能得到1% 因此 军军从未把Apple卡带出家门过 在外面只要碰到无法得到3%的反线 就会用Apple Pay 低一下 另外 Apple卡还有个好处 相比其他信用卡 它给的额度蛮高的 而且如果它发现 你经常用很多额度 而且每个月会批几次 且每次都还清信用卡 它会自动给你涨额度 完全不需要你去申请提高信用额度 今年军军的卡 已经自动提高两次信用额度了 军军觉得 amazing 在2022年之前 Apple Card by Goldman Sachs 明文讲了不会自动涨额度 但从今年开始 大家发现 只要信用卡使用习惯良好 就会收获自动上涨信用额度 更有小伙伴表示 它的信用额度 已经连续三个月再自动提高了 要知道当你向银行申请涨信用额度 有些银行会查你的信用 那可是个hard pull 但是这种自动涨的额度 不会查信用积分 完全从你的使用习惯判定的 所以 军军觉得从涨性用分数的角度来看 真的非常不错 最后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 分享一下你的信用卡使用心得 欢迎讨论各种薅羊毛的方法呀 关注军军 让你的资产无限扩大 本视频由超能力 投资军提供 一个立志于覆盖全部在 每投资理财的知识网站 从投资 省税 保险 退休 到传承 理财知识全覆盖 如果你想了解 某些投资理财的知识 大几率会在军军的网站找到 如果你未能找到 可以在军军的网站申请免费咨询哦 会有专业的顾问解答你的疑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